在不同的角度闪烁不同的色澤 这是王立敏雀金秀 举办宗教艺术展览 以往都是各位数字作品来台 这是首度超过40件雀金秀 在世界宗教博物馆展出 馆展看着他的作品 也从中得到心灵成长 他的刺绣呢 当然他的题材用的是佛教的维多 但是最主要是我从他的作品里面 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他一针一线都能够定在一心 非常多的技巧 但是在表现上 他能够非常有创意的 做出非常协调的一种设计 这是非常难得 也就是说他除了有技术以外 他还要有一颗非常纯净的心灵 确金秀盛行于唐宋年间 已经发展3000多年 使用的材料 确金秀秀线的金属颜色 更能增加织品的华丽感 技法采用编织雕塑等 多种刺绣记忆 创作题材包括花鸟佛像等 王立敏亲自解说 大师现场导览 我要把衔接部分 要一针一针的再重新缝合 这个缝合的时候 也是要靠什么呢 那他用的最普通的针法 用的是最普通的针法 但是怎么样把它缝得非常均匀 因为一个人去把它全部完成 那是不现实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太久 我们拉的战线太长 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要几位一块去探讨 然后将它共同完成 透过艺术职员的巧手 把3000世界珠佛的样貌 以圈诚的绣绘展现 让观众重新连结 感受手作记忆的价值 展期到8月7号 欢迎民众多多参加 中央新闻杨昭丽小枫 有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